小數差不多 小數的乘法相比起小數的加減法容易 就是因為他們不需要對位 份數的乘法是一樣的 相比起份數的加減法容易 因為不需要通份 詳細說 如果我們看到一條數 5%乘以11分之4 很簡單 我們得出來 份子乘份子 份母乘份母 就是5乘以4 over 8乘以11 很簡單 得出來 就是20 除以88 深水清的朋友 就知道這個是需要 約份 需要化作最簡份數 20除以4是5 88除以4是22 最終答案得出來 就是 5 over22 或者是5 22分之5 如果大家可以一眼關心 由題目1開始 就可以直接在這一步 在這一步可以約 這個約完之後變成1 這個約完之後變成2 5乘以1 就只有5 2乘以11 就只有22 如果深水清的朋友 可以在這一步一開始約 都沒有問題 這個是遇到 份數 乘以份數的情況 就是這樣做 那如果整數 乘以1分數呢 很簡單 首先 如果一開始未熟的朋友 我們可以把整數 化作一個分數 怎樣化? 一個整數 下面除以1 就是一個分數 那麼 如果記得 份數的意思 也就是 上面那個除下面那個 那麼7除1等於7 那麼 也證明這一塊 等於上面的整數 那麼 只要任何一個整數 over1 那麼 都是等於它自己 這個整數 那麼 沒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 把它拉到這裡 那麼 那麼這個 這一條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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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於 7 over1 乘以 2 2 over21 那麼 同樣了 深水清的朋友呢 這個7可以約了1 下面就可以約了 3 7 21 約3 那麼 最後呢 我們就會得出 3分之2 這個就是答案了 那麼 fair enough 比較簡單 那麼 再來一條 遇到大份數 又要怎麼做呢 那麼 一樣 今次就 不好拆開的整數 拿出來成了 就 將它直接變成大份數 1 1 乘6 6 6 加1 就是7 搞定了第一個 第二個 49 36 49 29 36 加13 就是49 了 就變成49 超過9 那麼 7乘以49 就是343 343 343 96 就是54 這兩個數字 互質就不能 弱的 那麼 那數就做完了 就是這麼簡單 那麼 基本上 遇到所有的情況 你都可以把它化成 假份數 即是遇到所有的情況 遇到大份數的話 就直接把它化成假份數 這個也是 化成假份數 然後 相乘 分子、成分子、分母、成分母 就是這麼簡單 是不是 給分數的加減法容易呢 這個成法 那麼 其他的東西下次再說